实在太诡异了 欢迎来到Watchmojo中文频道 今天我们将盘点 十大最毛骨悚然的现场电视直播 在这份榜单中 我们将细数那些引起家庭观众不安 与惶恐的现场电视直播时刻 一对夫妇在ITV精神你好的节目中接受采访时 送出一个从二手店买来的诡异洋娃 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 他们说这个洋娃娃除了抓伤了丈夫 还导致家中经常想起假的火警警报 虽然主持人对此表示怀疑 但是观看的观众并没有 因为他们注意到了 这个洋娃娃坐着的椅子竟然自己摇摆了起来 结果几周后 这个灵异洋娃娃又再一次的出现在该节目中 但是这次她有了新的主人 难怪这个洋娃娃那么快就被转手卖出去了 喜欢看电影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在家中摆着一个灵异洋娃娃绝对不是个好主意 第九名 离奇消失的机场小姐 行李在机场后级楼失踪并不是很出奇 但是如果失踪的是人呢 这起离奇事故发生在丹麦TV2体育节目的直播 一开始镜头正在拍摄机场行李任领处的一名男子 而在这一名男子的身后有位金发女子 这位金发女子被其他人挡住了镜头后 在下一秒竟然离奇到消失在镜头前 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 这对于看着现场直播的观众们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 最后经过调查才发现原来这一位倩女幽魂 是丹麦手球运动员特里恩·詹森 后来专家们仔细分析情况后 认为她因为和另一位女子一起行走的关系 而产生了突然不见的视线错觉效果 第八名 脱口秀现场的灵体附身 人不可貌相 这个女孩绝对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在2016年泰国脱口秀的节目中 一位泰国模特儿迪帕万 声称她在度假时被一个邪恶的嗜血灵体附身 据说这个被称为铺的灵体 极度的渴望人肉与动物的鲜血 话才刚说完 迪帕万的表情突然起了变化 顾客的主持人眼睁睁地看着迪帕万 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中 并且开始自言自语和尖叫了起来 大多数的观众对于她的言行举止感到很不安 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灵体在电视直播上的出现感到很质疑 无论如何 这确实不是一个良好的观影体验 甚至还会在观众的心里留下了阴影 第七名 密尔沃基的天外来星 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疑问 宇宙中真的存在外星人吗 在福斯第六频道的新闻直播中 从画面里面我们清楚地看到了 在密尔沃基的夜空上漂浮着一群神秘的灯光 正在现场采访的新闻团队也对此感到很震惊 并且开始猜测 这会不会是烟火或是流星所造成的现象 又或者是不速之客的外星人呢 这些画面让观众们感到迷惑不解 甚至开始有些担心 但是在仅仅半个小时后 这个外星人的假设就被破灭了 距离现场比较近的另一个角度显示 这一个现象确实是由一群反射的城市灯光的海鸥 所造成 没错是我们小题大做了 第六名 澳洲紧急求救事件 虽然从技术上来说 这并不是现场直播 但是这起事件和电视广播是同时发生的 在播放纪录片 紧急求救的其中一集时 早前新闻播报里的音频 竟然在不明原因下 取代了纪录片里的某些音频 所以出现在纪录片里的新音频 其实是伊拉克一位卡车司机 看到车队要被伏击时的求救录音 结果在接下来的六分钟里 每个家庭观众都能够反复的听到 司机重复的说 神啊 救救我们的绝望求救生 这个可怕的音频 配搭上了纪录片里列车出事的画面 两者的合成 让很多人看得顿时毛骨悚然 最令人感到害怕的地方 就是事后还是没有人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让人百思不解 外星人就算了 现在连怪影也来了 一场2014年足球直播赛中 在爱尔南多 基莱斯体育场摄像机 拍摄到了一个在观众席间 全速奔跑的暗影 虽然这个暗影在迅速的移动 但是观众席的人们仿佛没有注意到它 更加令人大惊失色的是 那个暗影看起来 似乎还能够直接穿越人群和障碍物 有一些人认为 这只不过是镜头像双重曝光的 足球员影子所致 然而时至今日 还是没人能够为这起事件 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1977年发生了一个更离奇的事件 英国南方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播报 被一个看似来自外星人的 6分钟语音片段给打断 一把让人鼓含毛素的声音 称称他们是来自阿斯塔银河司令部 这是外星人指出 如果人类愿意改造腐败的行为 和放弃战争的武器 那么人类就可以获得和他们和平联盟的机会 只不过他们是以邪教式的说法 来宣传着所谓超脱一切的承诺 结果英国南方电视台为信号被入侵的事情 而向观众们致歉 并且将它归咎于一场恶作剧 其实如果外星人真的想要传播消息 也不可能只透过一家电视台吧 更奇怪的是 直到今日 还是没有人站出来为此事表示负责 第三名 老大哥2的贾斯丁 贾斯丁·塞比克在出演老大哥的期间 时常和其他的参赛者发生口角和暴力事件 放荡不羁的贾斯丁 有次在节目上失控了 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局面 并且终于在节目主的喝令下离开了节目 事情是这样 一开始在酒精的影响下 他和室友克里斯塔两个人 开始你亲我愿的相互挑戏 没想到 有暴力倾向的贾斯丁 突然拿起了一把刀子 架在克里斯塔的喉咙 问克里斯塔如果杀了他 他会不会感到生气 据说他被踢出了节目一年之后 还是一样的恶性不改 最后还因为殴打女友而被警方逮捕 所幸的是 克里斯塔和其他的室友们 在录制节目时 避过了贾斯丁的加害 还真的是逃过一劫 第二名 被持相劫实的电视播报员 有些人为了传达信息 会不择手段 在1987年播出的节目中 加里斯塔尔曼 突然持相出现在 KNBC电视播报员 到位霍罗维斯的身后 命令他读出指控中情局 复制了他父亲的偏执声明 霍罗维斯显然感到很恐惧 但他还是在过程中保持冷静 就在霍罗维斯阅读完毕后 加里也声明了 这支枪支其实是一支玩具枪 接着还很冷静地 把玩具枪放在了桌上 那么看来 他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要伤害别人 有趣的是 经历了这起事件后 霍罗维斯主动带领了 净受你这玩具枪支的活动 在我们揭晓第一名之前 别忘了订阅频道和点击小铃铛 以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第一名 霍罗维斯侵扰电视信号 在1987年 芝加哥的两个电视台 遭到了信号结实 让我们看到了有史以来 最真实的电视信号被侵入的画面 在这两起事件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 打扮成写为人知的双面麦似人物 他会随着断断续续的杂音起舞 在第二个更长的影片中 观众更是看到了那位男子 以扭曲的声音念念有词 而他的共犯 也在影片的最后 打了一下他的屁屁 大众对于这位双面麦似的行为 反映从一开始的有趣 到后来慢慢的变成了恐惧 但是这个事件的嫌犯 至今都还是没有被认出来 虽然这些影片 只是短短几分钟 但是那张在我们脑海里 挥之不去的脸 让他成为了我们电视史上 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了 女人投我们的绑战吗 你有看过什么怪异的现场直播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同时也别忘了订阅频道 和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